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好像 怀孕了 真的 你怎么不说话呀 厨房空气不好 我们过去住 怎么发现的 意外发现的 但是还没有做最后的 确认检查 想等你回来 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吗 没 怎么知道的 我去别的科研医 医生推测的 我跟你说他神奇 头两天晚上 我妈给我打电话 说她梦到我生孩子了 你这都能梦到 我从小身体就不好 经常跑医院 你也知道的 就没正常过 我妈以前还总是担心我 现在可开心了 高兴吗 你也没行动表示 也没看你激动 也没看你激动 你也没行动表示 我把火关了 不带你这样的 亲完再去做饭 你不至于吓成这样吧 我在想结婚申请的事 婚礼要怎么办 我有没有嫁 明天得去一趟医院 确诊一下 看几个月 好像是前三个月比较重要 我在天外每天可以开车回来 但值班不能回 家里只有小男一个人 也不是他放心 你不会是 把以后孩子要穿什么牌子的 尿不湿都想好了吧 我现在终于知道你开心了 刚刚你的表情都吓死我了 第一次当天 慌张在所那面 现在心情平复断 每日看到我发的信息 再报下去的话 一会儿饿肚子啊 再报两分钟 一大早的你来明镇去干吗呀 我给我妈送早点来了 我爸说了要给我妈个惊喜 让我特地过来一趟 乖 我家那老头也真是啊 模范丈夫 行了 不跟你扯了 我要去结婚了 去吧 你俩 这大早上的 还要排队啊 还要排队啊 来得及吗 可能要改天了 姐 你结婚事家里知道吗 知道 我现在没空跟你聊天 路晨一会儿要走 你在这儿最熟了 像这样要排多久啊 姐夫着急走啊 对 队里有任务 等我一下 那个 不好意思啊 二位 那个 我姐夫是个特警 她今天好不容易点时间 能过来领证 领完证立马就要去执行任务 您看 咱能不能换个号 我可以啊 没问题 当然没问题 谢谢 这算是插队了啊 各位 不好意思 给你们道个歉 我刚想说呢 他们不换 我们换嘛 不然让他们赶紧办 别耽误正事 谢谢 谢谢 那咱换过来吧 姐 姐夫 来吧 人家同意了 让咱们先办 谢谢 谢谢 这样好吗 咱们招好急吗不是 客气下来 麻烦大家了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 感谢各位 那个 你们要不先排着 我去我妈办公室 拿点喜糖 给大家分一分 今天好日子 我先过去 先去那边拍合照吧 有老师傅在 也可以自助拍照 但是我建议你们 让师傅拍照 为什么呀 师傅有感情嘛 能把你们逗得更开心 谢谢 其实我一直都想 在你们警卫拍灯发照 记住 这要是没人一起 你定安排 但是如果在警队 是不是不能穿戴滑木的纹上 这样会不会显得 不太严肃 看你高兴 想穿什么看什么 姑娘 咱们先拍照 好 她一高兴画得多 结婚 谁能不高兴 咱俩高兴 都摆在脸上啊 好嘞 好嘞 海建峰 诚哥 大清早的干啥呢 留狗 够嫂子 帮我第一封信 给归小 给谁 你们班归小 你们认识啊 帮我给他 快去吧 这个给你 这个给你 什么 我早上上学 碰见诚哥遛狗 他让我带给你的 老师 好 喂 不生气了 没事 我们班男生女生 只要多说几句话 都会被气哄 都习惯了 你不用专门 为了这个道歉的 反正又不是真的 让大家误会 我也有错 感冒好了吗 你怎么知道我感冒 那天在走廊遇到你 你一直忍着抽鼻子 忍得好辛苦啊 这你都发现了